全國注意社交媒體稅務詐騙或需負上刑責 2023年的報稅截止日期就快就到 國稅局提醒民眾要提防社交媒體詐騙 其中一種網上流傳的社交媒體詐騙手法 是使用某種報稅軟件 自行寫上虛假的W2表格 然後騙取退稅 國稅局指出這是刑事案件 會導致罰款以及刑事檢控 另一種詐騙是涉及8944稅表 騙圖聲稱如果使用他們提供的表格 就算是欠稅也可以得到退稅款項 這是錯誤的做法 因為這個表格只是提供給要求申請豁免電子報稅 而選擇使用紙張申報的報稅人士 至於一貫以來 無形國稅局職員發短訊 打電話以及透過電郵去騙取金錢 也有機會繼續出現 國稅局發言人表示 要留意的詐騙警號包括 國稅局永遠不會對你造出威脅 亦都不會要求你即刻付款 更加不會要求市民必須使用一個特定的付款方式 有歹徒除了騙取金錢之外 亦都會盜取個人資料來使用虛假報稅表來騙取退稅 因此要謹記不要向任何自稱國稅局的職員提供個人資料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在北京市民間的報告中 感谢观看